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几天一直要民主党四名非白人女议员滚回祖国 而且她就像是跳针的黑胶唱片一样 不厌其烦的在记者会上在推特上或者各种场合上不断重复她的要求 这番言论引来了各方的抨击 以民主党为主的众议院昨天就动议 谴责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 而这项动议也以240对187票获得通过 成功在众议院把特朗普标签为种族主义之后 民主党进一步想要在众议院内提出弹劾动议 要特朗普为他种族主义的言论下台 然而这项动议却无法通过 在经过众议院一轮的辩论之后 民主党提出的弹劾总统特朗普议案 因为有多数民主党议员导歌 最后众议院以332票对95票的投票结果 搁置了这项弹劾动议 这项弹劾动议无法通过众议院 特朗普在北卡罗兰纳州进行造势活动时 当然不忘高兴地向支持者炫耀一番 他说这项弹劾是有史以来最荒唐的动议 百刀明就是要对他进行政治迫害 在这场活动上特朗普更是抓紧机会火力全开 继续猛烈攻击 早前点名批评的民主党非白人女议员奥马尔 他不但再度重申他的滚回祖国论 还进一步指控身为穆斯林的奥马尔 和恐怖主义有所牵连 特朗普这番种族性言论 在现场还迎来了支持者的激烈回应 Omar laughed that Americans speak of Al-Qaeda in a menacing tone and remarked that you don't say America with this intensity you say Al-Qaeda makes you proud Al-Qaeda makes you proud Omar has a history of launching vicious anti-Semitic screeds 这四位一直被特朗普攻击的女议员 其实是被不认同她们的人 称为民主党内的极左派边缘人物 四人组的Squad 她们每次在各种少数群体的权益课题上 不但跟特朗普为主的共和党对着干 就连自己民主党内部中间偏左的同僚 也敢敢针锋相对 那算是民主党内部作风出位的少数议员 那特朗普一直不厌其烦地攻击四人组 给人批评为种族主义者也不在乎 那究竟对他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可别以为特朗普只是一时不爽破口大骂 这其实是特朗普为了迎战2020年大选 所寄出的抢票策略 在传统上 民主党向来都获得大部分 以白人为主的中间选民的支持 而特朗普就是要将他们极端 偏向少数群体权益的作风呢 跟民主党的形象绑在一起 让中间选民认为 民主党就是极端 搞少数群体权益的政党 这样就能够让民主党失去中间选民的支持 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美国有线电视网CNN透露 特朗普跟他的团队 这整个星期所开的会议啊 都离不开如何继续攻击四人组 跟民主党的策略 特朗普不断通过同僚发言人 甚至是自己的儿子 公开指责民主党是跟美国理念脱节的极端社会主义政党 同时特朗普的策略 也能加深民主党内中间派跟极左派之间的不合跟分裂 那从刚才的总统谈合动议来看 大量民主党议员倒戈 便可以看出该党立场已经不能口径一致对外了 特朗普啊 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除了赶走了民主党的中间选票 那特朗普打出种族牌 也是为了要加深自己白人铁干粉丝的支持度 白宫内的这个共和党党员私下告诉美联社的记者 其实特朗普攻击私人组啊 不过是要把支持者的主流想法给说出来 那就是啊 他们讨厌这种不尊重国家主流意识的移民 而根据法国易普索的民调结果 特朗普发布那篇攻击私人组的推文之后 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的支持率啊 立竿见影 立刻就比上个星期上升了5% 那这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了在美国这个标榜着民主将人人平等的国度里 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还是大有市场的 特朗普主动增上私人组 其实也不过是使用仇恨的言论 炒热移民跟种族课题 除了凝聚白人的支持度 也继续保持自己的话题性 那他是不在乎其他群体对他的反感的 其实打从上个总统选举的选战开始 特朗普就一直延续这项公关策略 例如他做出虚假的指控 说前总统奥巴马不是美国出身的 那如今特朗普更是加大力度攻击民主党对手 比如刚才在新闻片当中大家看到的 特朗普指控这个奥马尔涉及恐怖主义那样 美国的媒体指出 如无意外 特朗普对这个私人组的攻击 恐怕还会持续好一段时间 那很多分析认为 特朗普上任总统以来 美国社会从未出现如此两极化的现象 为了巩固自己的票仓 特朗普是不惜 煽动白人之上的种族情绪 导致支持或反对特朗普的家人朋友鲜明对立 有的甚至因为立场不同 从此绝交 所以照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 在特朗普的操纵下 2020年总统选举成为另外一场撕裂 美国社会的大选 一点也不叫人感到意外 有分析甚至预测 情况甚至会比上节大选来得更加严重